到現在的環境 就沒有什麼好說了 眨眼就九年了 九年 其實人生沒有多少九年了 我們認識了已經九年了 九年就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有緣分 聚在一起 開開心心 完盡的時候就算了 也不需要出什麼惡言 因為其實 大家朋友相交也好 做生意也好 做什麼也好 其實 在這個世界上 我真的沒有什麼仇人 我真的沒有生我任何人 沒有人生我的後話 你知道我甚至乎 我的性格我真的很糟糕 我甚至乎連 林鄭月娥 他們那些網友跟他們聊天 又說誰想殺了他 又很生氣 又看 我沒有的 當然 你說有機會要報仇的時候 我是絕不猶而贏 但是 我不會被這些仇恨 生氣 影響自己的情緒 老實說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除了他們這麼含糟糕 那麼賤之外 有很多 無奈、巧合、命運 堆在一起 才能夠形成到今天的局面 今天香港是什麼局面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覺得會不會一定會好起來呢 我覺得一定會好起來 但是所謂的好 又是怎麼樣呢 是不是你以前心目中的那種呢 就算真的回到以前心目中的那種 你到時又有當時的complaint 或者你對你個人的命運 所以我做這個節目 我經常堅持強調 這些混蛋一定要吵架的 但是 自己的個人發展和心理調節很重要 我想香港人做得到的 所以這件事 好